韩振宇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你真的是为了利益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收够了你用这种 教训的口气来跟我说话 盈盈 如果你不想听我解释 那我走就好 我想知道我爸晕倒的真相 据舅妈说 你爸是晕倒在舅妈家门口 他为什么会去他们家 而且晕倒在他们家门口 只能是他要去找舅妈 去把事情问清楚 用不着心 我什么都没做 他对你们真的很抱歉 你说我爸是从里面走出来的 不对不对 我说错了 不是从里面走出来 是在他门外 你的过错 我不想让你的父亲无极 为你来承担 妈 我听说你爸爸进了加护病房了 现在情况怎么样 已经脱离危险期了 太好了 妈 我爸昏倒的那一天 你们是不是见过面 见过 见过 你爸爸昏倒的那一天 我刚好从公司下班回来 我看见他昏倒在我们家大门口 怎么了 孩子 怎么突然想起来问我这个问题 你现在怀疑 你爸爸心脏病复发 他跟我有关系 是吗 天哪 这都是些什么逻辑呀 韩振宇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是不是你爸爸病了以后 你给他打了一通电话 他就来质问我了 表克是因为我妹夫的关系 知道我爸住院 所以才来医院看我爸的 所以啊 所以我说你们的关系是很不错的呀 你爸爸病了 你打了一通电话 他马上赶到医院去看他 但今天 你不知道从哪里 又从他那儿听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他随随便说句什么 你就跑回来质问我 妈 盈盈 那么我对你就太失望了 我考虑到你们家现在的情况 我不想在西语这个问题上继续逼你 现在我明白了 你无所谓 你无所谓了是吧 那好吧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多了 我以为我是自愿嫁给你们的 原来不是 是这样我心 我们的婚姻 原来是一场设计好的骗局 不 这是我的决定 我跟你结婚 是我自己的选择 是 没有